睇吓這張宣傳海報先。 謙羅 、小母大王 、阿巴喊演出 王府大戲 山東響馬 、耶鵰白芙蓉。 阿巴喊 、阿巴喊 、弟弟,我剛反傳完 新丁香搖, 你又死來做他的拍檔豬翅伯的手本戲,真是懂得來搶鏡播。 郭斗 、豬翅伯能聞能武,他和周瑜伯,大和,是老死, 根據他們學做廣府大戲。 最初只是在省城業餘劇團以風舍《果樹》, 每年蔡芳一,兩台詞演出。 有一派在省城東提東關戲院蔡台版作《山東響馬 》, 豬翅伯座向馬 善於魂,其中向過場 、群字, 那 舉詩觀圖,唱功十足,要唱成九個字以往, 比左左的 環球樂,班主賀浩全體重, 拉他和他做第二小舞。 一拋而紅,做了一屆, 第二屆就已經坐正做正隱民舞生。 小時候大佬,豬翅伯的戲, 途徒都是真實。 三戲周瑜,過場,老花檔。 紅藍夢,過幾場,哭靈。 保育怨婚,大玉歸天,大玉葬花, 瓶酒,夏今季喜宿。 假正醉子,當中是些公家牌獎戲。 我學他做那齣,夜吊白芙蓉, 果莫樂水夠美的戲。 要久久久地做兩腳離地, 再伸出一隻腳離分, 那隻鞋子,掛腳,乘兩次。 接著打一個關斗,便要坐在台板前面。 再兩隻手接著對鞋子, 整個過程還要拉鑼鼓合拍完美無缺。 我實行要那些觀眾拍攝難受獎。 阿布拉喊·阿巴喊·西佬, 朱翅伯是第一個用純正廣庫話 和平侯來唱大戲的老館, 連蝕老叉都在做她的書童詐, 不過她被女人害死, 省城西關陳塘花寨的路舉牡丹, 在街上吃井水做了朱翅伯的妾士。 有一百看大戲, 認識到隔壁有位成五張東西的老妻, 原來她是廣東軍佛龍濟光將軍的顧問黎岳的妾士。 她好能喜歡看朱翅伯, 慢慢來看電影, 於是大家一齊宵夜, 怎能知被大婆的臭小子見到, 回家向老爺告狀, 便使人賣起她。 小時候大老, 佛力2465年5月26日, 星期五晚, 諸慈伯和環球樂班在省城西關長守路 樂線戲院做完廣府大戲, 和南花旦新丁香要齊齊並肩走路去酒樓喝花酒。 那時仍有兩個雅姑巾在她們後面, 走到五月27日星期六凌晨十二點多, 在太平馬路, 逃離原酒館, 門口便被抖爛坦羅綠斑斑槍送她歸西, 跳鹹雨風吹在河南廣府莊, 所以真是識字頭上一把刀。 好